这是奥特史上震惊圈外的十大惨案之一 面对火山怪鸟巴顿的突袭 他不仅将光治国的奥特老六凌辱致死 甚至就连无敌的奥特大哥左飞 都被对方做成了烧烤 最近火山突然爆发 随着岩浆不断流出 古怪的蚯蚓撞虫子相继现身 钻进了附近的西瓜内部 此刻并不知情的光太郎 正好将虫子瓜买入手中 并送给了五次回家享受 突然一只手臂大小的虫子破瓜而出 弄瞎了欲要攻击的五次眼睛 光太郎得知自己的瓜出了问题 急忙带着新鲜的水果 试图获取母子二人的原谅 可惜的是 愤怒至极的五次母亲 根本不接受光太郎的道歉 毕竟谁又能保证水果栏里 肯定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无奈之下 光太郎只能将水果放在门口 准备来个黄雀在后 果不其然 喜爱吃水果的虫子 很快出现在大众视野 来不及多想 事先埋伏好的众人 立马掏出各自的武器 准备烧死眼前的怪物 可没想到 敌人竟吸收爆炸的能量 成功恢复了自己的本体 见情况不妙 光太郎立马跑到无人之处 展开了变身 只见泰罗一脚踹出 趁机将敌人身上的队友安全救出 接着泰罗乘胜追击 不断使用砂锅大的拳头 将怪兽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感受到身体的疼痛 被下惨的毛虫怪兽放出臭屁 逼得老六不得不使出奥特透使 精准找到了敌人的位置 接着抄起锤子砸向对面的同时 纵身使用烟饰飞踢加入战场 狠狠猛捶怪兽的身体 几个回合下来 怪兽抓住泰罗的破绽 直接捆住了他的腿部 几招下去 遭到对方拖刑的泰罗 很快陷入了难以逆转的颓势 就在敌人捆住脖子 打算将泰罗彻底干掉时 怪鸟巴顿凭空出现 吓得毛虫怪兽节节败退 附近的泰罗见此情景 立马趁机挣脱束缚 摆起了泰罗之光的手势 下一秒 怪鸟巴顿突然上前 瞬间刺伤了泰罗的腰子 接着利用尖锐的大嘴 让泰罗遭到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虽然拼尽全力不断闪躲 但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 泰罗还是无法抵抗 紧要关头 空中的赛特队发出攻击 试图吸引敌人的注意 就在这时 巴顿看着已经快死的老六 直接放弃揍他的打算 接着转身找到附近的毛虫兽 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而旁边遇要起身的泰罗 也因自身伤势过重 彻底失去了所有生机 看着死状极惨的泰罗 所有赛特队低头莫哀 给予了英雄最高的尊重 与此同时 孩子们的声音响彻天空 不断呼唤着泰罗的名字 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 曾经保护地球无数次的巨人 会就此倒下 千军一发之际 感受到孩子们呼唤的左飞 从遥远的光之国来到了地球之上 经过左飞的全力喷射 泰罗的伤势得到了控制 然后左飞牵引出奥特之光 将已经死去的泰罗 重新带回了光之国治疗 画面一转 多次寻找光太郎无果的赛特队 从口香堂内 得到了对付巴顿的办法 另一边 巴顿由于极度的饥饿 再次袭击了伍斯所在的医院 意识到情况紧急 赛特队迅速携带粘胶炸弹 试图阻挡敌人的脚步 可惜的是 由于敌人的身体太过湿润 导致身上的粘胶 很快失去了原本的效用 紧要关头 左飞在五次的呐喊下 再次来到了地球表面 只见大人率先进攻 将于要逃跑的巴顿 以跪地的方式奋力拦住 经过数回合的酣战 左飞反手甩出了闪电光线 毫无意外 此次攻击除了造成些许烟雾以外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最后在敌人的火烤下 无敌的左飞再次倒下 成了对方肆意玩弄的对象 数秒之后 再也无法忍受灼伤之痛的左飞 也步入了泰罗的后尘 无敌的左飞倒下 地球将会怎么样